朋友们好,午后时间我来聊一聊帽子 那我昨天发了两段视频,戴了两顶不同的帽子 其中有一顶很花呀 还有一顶是我说了 是这个高尔夫帽子 是来自于据说世界上最美的高尔夫球场的一顶帽子 那这是我这两天戴的第三顶帽子 是来自于非洲 这个帽子其实真的是很值得一说的 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是喜欢戴帽子的 本来我以为帽子都是男时代 因为在中国农耕时代 我们注意到戴帽子的基本上都是男人 因为男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面朝黄土背朝天 遇到下雨天戴着斗笠皮的缩衣 那斗笠是不是帽子呢 我想是 还有就是我年轻时候 来我们干活 下地干活戴的是草帽 就是那个用小麦的接杆 把它压编了 编出来的金黄色的草帽 上面有的时候还用那个红色的颜色 有给他印上一些字 这个供农兵 或者是为人民服务这样的 所以我对帽子最早的印象是这样的 那刚才我说了就是 我觉得帽子是男人的事 后来我发现这个喜欢戴帽子的这个女士很多 最有名的可能是英国女王吧 伊丽莎白二世 伊丽莎白女王好像帽子特别多 就是有人喜欢在这个网络上晒这个 她的各种各样的帽子 那些帽子很精致 很好看 这个帽子 所以说女士们是很喜欢的 尤其是时尚女士 如果你在海边上 你有一顶帽子 这个不亚于有一头好的头发 如果有好的头发 被风海风吹拂 固然美 那没有那个头发的时候 戴一顶小帽子站在海边上 也还不错 当然还是要穿上布拉吉 连衣裙 因为帽子要跟下面的要配套 你要穿比基尼 戴一顶小帽子 可能就不好看 我今天要说这个帽子 跟这个帽子都无关 我要说这个戴高帽 扣帽子 说到这个戴高帽 我们知道就是 捧一个人就给他戴一顶高帽 比如说 我经常去一些场合 包括我自己的时候 跟朋友在一起写字 一写字 有的人看到说 哇大事 这是给你戴高帽子 其实我们就不当真 不能当真 你当真你是大事吗 你根本就不是大事 你小事都算不上 但是有的人就特别喜欢 别人给他戴高帽子 你觉得大事 他会欣然接受 甚至一些成名的人物 画画的就那个样子 全中国都知道他是大事 画的那个就是连环画 放大那种感觉 我不说是谁了 那这个高帽子 我们知道 有的人喜欢戴 但是高帽子曾经呢 在生活中 不一定给你戴上就是好事 我们以前看这个电影 闪闪闪的红星啊 这个地主啊 胡汉三 这个坏人被抓起来之后 给他胡了一个纸的帽子 尖尖的 很高很高的 上面写上他的这个名字 比如说 大地主胡汉三 大坏蛋胡汉三 给他戴在头上 就像插一个标签一样 这种戴高帽子 我是见过的 我就不说了 不方便说 那扣帽子 这个一般人是不舒服的 扣帽子就是 你明明不是这种人 别人就给你扣了一顶帽子 这个是非常难受的 那我平时没事 也经常在各个平台啊 这个专用 也在一些平台发一些视频 我就发现这个平台上 就经常有人喜欢 给谁谁谁戴一个帽子 戴帽子类似于铁标签 就他顺利是什么 是什么 这个一般戴帽子 戴的帽子都比较大 而且这个帽子 它有一个特质 除了这个帽子比较大 就像那个如来佛的 那个手掌一样 大的一下 把你罩住之后啊 你就无法脱身 就像那个孙猴子一样 好像我这个帽子 就像那个五行山 一样 一下子给你扣上之后 你就不要 不得翻身了 就像我们 小的时候啊 经常背的词一样 打翻在地 再踏上一只脚 让你勇士不得翻身 我看这个平台上 经常有人喜欢给人 扣这样的大帽子 我想一下把你罩住 就让你出不来了 还有一种呢 就是这个帽子 一个特质啊 就是重 那么你压死 给你扣的这个帽子 非常重 不要说我们人是血肉之躯 就是一头大水牛 一头大象 扣上这样的一个帽子 估计他都受不了 成熟不了 细节呢 我不想展开 但是估计很多人都懂 什么样的帽子 尤其在某一个时段 某一种帽子 一戴给人的头上之后啊 这个人就很麻烦了 只要被戴上这个帽子 你就很麻烦 一些围观的人 一些吃瓜群众 在旁边在一起哄 都纷纷 每一个人给你拿一顶帽子 一踢到你 就往那头上一扣 那个比托墨星的厉害 托墨星说淹死人 好像也没怎么淹死过 但是那些帽子 一旦给你罩在头上 一个人给你一顶 那就是有无数个 这个如来佛的那个手掌 把孙侯子给你 摁在那个山下了 就等于是无数座那种 五星山一样的 一座一座雷起来 把你夹在下面 压得扁扁扁扁 薄得像一场指示 有些话好像似乎 只能这样去说 不能谈得太具体 谈太具体的书